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生所学 全部传授给姜伟 可以看出来 诸葛亮对姜伟十分器重 并且对他寄予厚望 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诸葛亮死后 姜伟并未掌握蜀汉大权 只是一个领军作战的将领 那么千古名向诸葛亮临死前 为何不选择姜伟做接班人 其中必定有深层次的原因 据史料记载 在真实的历史上 姜伟的确深受诸葛亮的器重 但诸葛亮并未弃重到能够将朔国交给他 毕竟姜伟可是魏国的降将 虽然投靠蜀国已经数十年了 但比他更加有资格继承大权的人却有很多 如蒋婉和魏延等 很显然 如果朱葛亮强行让姜伟掌管蜀汉大权 必定会使得蜀国最高领导层内部出现权力之争 最终会给魏国和吴国以可乘之机 其次 姜伟可是武家 而且当时魏延的地位可是要远远高于姜伟 大家都知道 后来魏延起兵造反被杀 很显然 在军事才华上 魏延还是有本事的 而且据史料记载 当时魏延打算在朱葛亮死后 自己率军全部北伐 争取早日扫平曹魏政权 那么魏延真的有这种能力吗 在纯粹的军事上 魏延应当是有能力的 然而大家要知道 治理一个国家 除了会打仗 更要会团结内部力量 后来魏延被人诬陷为造反 满朝文武居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魏延说话 足以看出 平日里魏延和文臣们的关系是相当差的 一般来说 武将都十分缺乏治国理政的能力 江维也是如此 只是一个军事家 但却不是政治家 如果让他掌管大权 必定会使得蜀汉内部出现分裂 最后 在中国历史上 不断呈现出这样一个规律 武将在掌握大权之后 就开始交动跋扈 并且不听从中央的命令 诸葛亮死后 江维掌握了蜀汉军事大权 率领蜀军多次北伐草北 后来邓爱和中会帅大军前来灭亡蜀国 邓爱偷渡殷平小道 诸葛亮之子诸葛瞻率军前去抵抗 结果不幸战死 然而他却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对内不能铲除宦官皇后 对外不能制衡江维 率军又不能守卫国土 我有这样的三种罪 有什么面目回去呢? 很显然 从诸葛展的这些话中 我们可以看出 江维在掌握实权之后 并不怎么听从朝廷的军令 这说明当年诸葛亮没有选择江维作为接班人 还是挺明智的 不过江维倒还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忠臣 蜀汉灭亡之后 他仍在联合中会大军 打算一举恢复蜀汉河山 只不过可惜的是 江维的计划泄露 自己也最终自吻而死 十分可怜 也算得上是一个忠贞之事 笔者认为 坦白来说 蜀国之所以会成为三国中最先灭亡的国家 最为根本的原因 还是因为蜀国人才凋敌 大家要知道 诸葛亮主政期间 势必公亲 并未培养出更多优秀的文臣武将 导致蜀中吴大将料化作先锋的尴尬情景出现 诸葛亮之所以要屡屡北伐 无非是希望能够以功戴首 尽量延续蜀汉政权的时间 而江维虽然精通诸葛亮的兵法阵学 但诸葛亮都没能恢复中原 江维也就更难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